所以有時候就飛回來太長了 那時候可能就會寫說 回來這樣就變婚便 又有比如說講到他可能 生意不是很好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他覺得說 天啊 我就那麼喜歡這個台灣 可是這樣說他有點就不想回來之類的 他覺得他怎麼也變成報導的重心了 好 我想先問一下兩位幸福人妻 因為很多人說是不是結婚之後 我就不能夠做自己 結婚之後就失去自由了呢 你們覺得結婚之後 還可以做自己的舉綠牌好不好 你覺得失去自由的舉紅牌 你們來賓也舉一下好了 我們專家去舉一下 什麼 什麼 都失去自己 當然啊 是嗎 是 點頭如搗蒜 結果妳還保留一部分耶 嗯 我覺得做自己的同時 也會失去自己的同時 也是要努力做自己啦 可托 妳覺得妳失去自己 很大一部分嗎 對啊 尤其是有小孩之後 因為我是結完婚 一年內就生小孩了 所以我已經沒有那種 沒有兩個人單 兩個人沒有小孩 然後一起住在一起 可以一直做什麼事 就都可以的那種感覺 所以當幸福人妻 要付上一些代價的 對 都完全生活都改變了 好 我們先問一下蜜桃姐姐 因為妳結婚九年了 對 時間過得好快喔 時間過這麼快 對啊 時間過很快 妳是姐姐 妳現在定居在上海 對 我結婚了之後呢 就到上海 然後呢 生了我第一年 結婚 剛結婚 就懷孕了 生了我兒子 然後三年後又生了我女兒 所以我就是閒置了 差不多三年多 快四年 然後就開始覺得說 好像還是該出來做點事情 所以就是 先失去自己之後 努力做自己 失去再努力把它找回來 對 一男女女很棒啊 那聽說當時老公跟妳求婚 妳們這樣三個月就答應了 應該是說 那個時候我老公 我跟他認識 是因為朋友介紹嘛 然後後來他 三個月他追求我 然後我就同意了 然後他隔了一個月 他就跟我求婚 我很驚訝 對 我很驚訝 然後那時候我就閃過 那我的事業呢 我的臺灣 我是不是真的能夠接受 離開臺灣的生活 對 然後後來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他是上海人嗎 他是廣州人 只是在上海工作 對 那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我媽媽那時候 其實癌症比較默契 醫生說可能只剩下 最後一年 那時候我腦海閃過的畫面 想說 那媽媽也很希望 我找到另外一半 所以我想說好吧 既然我覺得遇到她 我覺得應該就是她了 所以有時候就覺得 好吧 OK 所以是在一個緣分 妳想要給媽媽安心 對 所以可能很多人 媽媽有認同她嗎 那時候 後來我就跟媽媽講 媽媽就也很喜歡她 就之前就有吃過飯 媽媽就滿喜歡的 然後就覺得 很多人說 有時候一種衝動 是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就OK了 那妳當時其實 媒體很多報導 就說妳加入一個 好像非常好的家庭 但妳從來都不覺得 自己嫁一個有錢的 老公 我覺得我家的家庭 當然是不錯 我公婆的人也很好 只是說說她是 很豪門的 其實沒有 因為她是靠自己 白手起家 一路有自己的成績 就是所以我很欣賞她 這樣子 妳很欣賞她 我很欣賞她的努力 跟很MAN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呢 雖然就是 大家看到我是很可愛那一面 但是因為其實我私底下 因為我是雙子座 所以我私底下 跟朋友相處 有時候也會有點 男兒氣這樣子 有時候會的 兄弟姐妹很多 朋友 所以我覺得 要能嫁於我的男生呢 可能他也是要有點MAN 可能他可能沒有辦法 那時候其實也很多的 媒體在報導 報導妳的婚姻生活 聽說妳還覺得蠻困擾的 有一點點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 因為可能也是因為 我結婚比較快嘛 大家都說什麼散婚這樣子 然後那我覺得困擾點 第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很常回台灣 尤其上海跟台灣真的很近 就像可能台北跟高雄 超近的 所以比如說我朋友 結婚啦 小孩滿月啦 什麼什麼重大的 我一定就飛回來嘛 就是因為我也是朋友 蠻重視朋友的人 所以有時候飛回來太長了 那時候可能就會寫說 有婚變啊 回來找朋友訴苦之類的 蛤 回來這樣就變婚變 對 就可能跟心靈吃個飯啊 拍到我們兩個吃飯 就會寫說 我是找姐妹回來訴苦啊 這樣 就很驚訝 怎麼會這樣呢 我老公也覺得 難道這樣妳是不應該 太長回去嗎 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就算了也沒辦法啊 就這樣 工作人員真的是蠻辛苦的 有時候就是這個看圖說話啦 累一點就說 妳今天對她 臭臉對她 其實沒有 就是妳有點累 那怎麼辦 這不會造成妳的夫妻之間 因為她畢竟不是圈內人 她有沒有覺得很不適應 跟你抗議 本來之前的那一次 大概是這個 我剛說的那個新聞 可能類似於三四年前 她又有一點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呢 後面就是 又有比如說 有講到她可能 生意不是很好 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她覺得說 天啊 我就有沒有喜歡這個台灣 可是這樣說 她有點就不想回來之類的 喔 她覺得她怎麼也變成 報導的重心了 那妳怎麼跟她溝通 她怎麼調適 她就是覺得說 我就說沒 我說妳不要往心裡去啦 這樣子 然後後來她現在就沒關係 她做健康檢查什麼的 她還是會回來 她很喜歡 只剩下健康檢查 沒有 我覺得她有什麼 沒有 醫療 因為她真的很欣賞 台灣的醫療 包含就是之前 比如說回來檢查 可能心臟啊什麼的 她都很喜歡這邊的醫生教授 OK 好 網友或是這個媒體 不要把人家嚇跑啦 台灣就是在做客好不好 台灣也算是台灣女婿 應該多多回來 我們都是白手起家 兩個都積極打拼 那麼婚後的這個財務問題 到底要誰管誰 兩個都這麼能幹 問一下這個蜜桃姐姐 你們家怎麼分配 因為我老公屬於比較 內地大男人主義的那一種 大男人主義 她從來不是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所有的財務 一定要主動跟妳說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不主動跟我說 那可能我問了妳 也沒有說很明白 那就算了 類似這樣 這個就算了 她不主動說妳也不問 這個好危險 不是 就是屬於我們 比較各管各的 有帶老公照片嗎 我們看一下 有 這個很MAN的 就是剛好我們那天 是剛好九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妳吃 她買的玫瑰花 對 很浪漫 因為我跟她說 什麼禮物來無疾買 沒關係 一定要有花 因為我自己超愛花的 浪漫 浪漫 九年還非常甜蜜 對 她講起來好甜蜜 我可能沒有辦法這個表情 有 雅琴漢 可是剛才講到前 妳是講得很模糊的 就是她也沒跟你講 妳也搞不清楚 所以妳們各自有多少情緒 其實是 大概是知道啦 大概是知道 但是我沒有覺得 她一定要給我管 不可能說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大方向一定是知道的 然後家裡的共同基金也是有 只是說 如果說她很多東西 她想要保留她自己的隱私 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 那妳剛剛說妳老公很大男人主義 聽說她是從來不在家裡 不做家事 不顧小孩的 就是說她比較是覺得 這些事情就是阿姨做就好了 阿姨 我以為想說是妳做的 否則阿姨做就好了 對 就是她會覺得說 因為她很多事情她很忙嘛 她回家就要休息啊 然後或是陪小孩 陪小孩吃飯啊玩啊 這些她都會 然後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說 小孩很小餵奶壞尿布這些 她覺得阿姨做比她厲害 她就覺得就是阿姨做就可以了 那妳也覺得OK 我是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點覺得 好像是不是有點不太對呢 這樣 然後後來呢 可是跟內地的女性朋友 認識越多 發現好像她們都覺得 這很正常 然後還有就是反而會覺得 如果我覺得很奇怪是不正常的 所以其實兩岸的很多這個 男女交往婚姻關係 差蠻多的 對 文化有點不一樣 有什麼妳覺得最衝擊的 他們給妳什麼在婚姻中 不同的觀念 其他的衝擊我覺得還好 就是男女 比如說有時候吃飯 會是男生坐一坐 女生坐一坐 然後或是說就是 就是在於帶小孩 親子這個方面 可能不像可能台灣或西方 是這麼地注重 對 這樣子 還蠻特別 有很多上海的男的朋友 在家裡是很會做家事 我也剛剛想想 因為通常北京的是比較傳統 上海是對老婆很好的 而且很多上海男人 是包辦所有的家事 對 好像女權制造 妳的先生是不是 從外地去住在上海 他本身不是上海的 廣州人 聽說是只有上海男生 是這樣子 對 可是如果不是上海男生 其實不會 妳自己也很特別 聽說妳在這邊 上海的這個家庭 妳也不是傳統的媽媽 出門妳永遠就是維持 蜜桃姐姐的形象 妳出來不大包小包 媽媽不就是拿一大堆嗎 妳有兩個小孩 小孩大一點的時候 我就是都讓我兒子背 對 我就給他一個背包 比如說他今天要換的衣服 他要喝的水 我說 我就跟兒子說 妳自己背 因為媽媽有點背不動 然後我女兒比如說 她說媽媽抱抱 媽媽手扭到了 抱不動 可以自己走 這是我為了讓他練習 不要一直抱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練習 什麼都會自己來 所以妳訓練他們獨立 我訓練他們獨立 那所以有什麼什麼 有帶什麼水壺 或什麼東西的 妳就是讓他們自己來 對 我讓他們自己背 那我會說 媽媽我不會 你的小孩耍賴 媽媽我不會 我好重 我不舒服 媽媽幫忙 如果真的醫師吵一針 那我那個場合 我覺得會打擾到大家 我就會同意 就是我還是好要去拿一下 可是還是 讓他們盡量練習自己背 妳就是要呈現一個 優雅的姐姐媽媽就對了 對 就是這樣比較 我覺得好看很多 對 好看很重要 這是可以學起來 因為我一個朋友也是 他跟他小孩就常跟他說 我很忙 他跟他小孩說 我媽媽很累 小孩來找他就跟他講說 媽媽還有一二三四五 五件事情還沒有做 所以這事情你自己完成 然後小孩後來 真的是會被養成習慣 那有時候反而是 他們家出去 小孩應該是忘東忘西 後來是我那個朋友 他連護照都忘記 然後就他的弟弟 國小六年級 我說媽媽妳在找這個嗎 因為他被教育過 我就拿出護照出來 我說怎麼會把小孩教得這麼好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 厲害的 今天我們下一個 將來